被封堂炒蟹、栗子炆雞 和意大利究竟有什麼關係? 在銅鑼灣這間樓上意大利餐館可以找到答案 這間主打手工意粉和新派異菜的Infortini Italian cuisine 創業只是三年半 已經連續三年取得米芝蓮推介 你以為是國際升級大廚開分點? 創辦人其實只是四個土生土長的80後青年 餐廳行政總廚之一的Gary 曾經在米芝蓮升級餐廳工作過五、六年 之所以離開書式圈創業 全一米本土廚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我們做米芝蓮餐廳或者是打外國人的菜式工 都發覺有一個問題 你升到多高都好 他怎麼都會找回一個外籍的廚師在你頭頂 好似是我們香港人去做這個位置 為什麼我們做這麼久都要低別人一層呢? 一定要是外國的廚師在我上面 而不是我在他上面 立了一個決心跳出來做 Gary已經介紹下認識其他三名拍檔 合共投資210萬元開業 餐廳價錢走親民路線 堅持由意大利空運雞蛋、芝士等的新鮮食材 只是為了做好質素推廣意大利菜 曾經其實我們都試過叫那些食材很貴的 出品拿來出根本上是真的賺不到什麼錢的利潤的 只是真的純粹在宣傳上或者是帶給其他人知道 其實有些食材是可以很好吃 但是坦白說你平時未必吃到 你當宣傳你不可以每樣東西都用利益賺錢去走 香港人的身份沒有令他們畫地設限 反而激發他們將意大利菜本土化 創出獨具一格的新派異菜 例如我們最近的tasting menu 也有個避風堂聖子pasta 因應我們的地區 很多人都因為吃避風堂蟹而來 外國廚未必了解大閘蟹的配搭 我們本身在香港出生都吃慣 所以就想了大閘蟹 menu 反應是出乎我們意料想不到這麼好的反應 我想很少西餐廳會這樣做 還要是用來配pasta 現在餐廳的客戶以中產和年輕一族為主 吸納了不少意大利菜擁躉 更加應要求推出自家品牌意粉 開業三年半來生意額一直穩定增長 但近月爆發的反修例示威 令到市民消費意欲大減 餐廳因應現況索性收起套餐 主打簡便的散餐 在逆市中維持收支平衡 我們現在面對的社會上的問題 會有影響的 因為我們餐廳始終是在銅鑼灣的旺區 最主要人客來到的地方是靠搭地鐵 搭叮叮叮 它一關了我們人頭直接是零 因為知道大家的心情都未必想外出 因為未必又有車 所有客人來到都想他們輕鬆 吃快點的食品 不會說又拿了一套菜單去推介他們 我們直接簡單點 讓他們輕鬆吃個愉快快的晚餐 可以令他們開心點離開 至於我們未來的策略 我們想再開一間店舖 我們這次想主打的是一些比較快樂化去的 但又吃得有質素的餐廳 類似我們香港人比較喜歡吃的茶餐廳的風格 但就變相反過來吃意大利麵的食品